神是近视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我们打字方便 我们把这段经文找到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众什么就收什么 所以你看这些人 即便他们不是基督徒 即便他们没有什么信仰 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 是神所喜悦的 他们尊重他们的父母 他们孝敬他们的父母 所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也蒙了神的保守和恩惠 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 盼望我们的姐妹 我们接着今天的父亲节 跟上个月的母亲节 我们都在内心深处 学一个功课 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母亲 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母亲 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母亲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多多少少都会给我们一些伤害 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去饶恕 我们打字方便打字 无条件必须饶恕 无条件必须饶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是得到了父母的 这样的一个教会 这个扶持 那当然他们不是完全人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对我们有伤害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作为牧师 我也多说两句话 那我们的成长 一定是有教会的牧师 一定是有教会的同工的付出 那教会的牧师 教会的同工也不是完全人 在陪伴你成长过程当中 也会给你带来压力 带来伤害 带来挑战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什么 我们选择第一 饶恕所有的伤害 让不好的过去 第二我们感恩 让美好的放大 我们选择饶恕 让不好的过去 我们选择感恩 让美好的放大 所以我自己我在想 我们弟兄我们姐妹 我们弟兄我们姐妹 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会发现 本质上要么归为 我们原生家庭的问题 要么归为我们后面 我们自己的人生选择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盼望我们的弟兄 盼望我们的姐妹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做这个身心灵 健康成熟丰盛的人 我们都做身心灵 健康成熟丰盛 从哪开始 从感恩我们的父母开始 从祝福我们的父母开始 从尊容我们的父母开始 从感恩我们的领导开始 从祝福我们的领导开始 从尊容我们的领导开始 那回到教会也是一样 从感恩牧师和同工开始 从尊容牧师同工开始 从祝福牧师同工开始 我相信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生命慢慢就放了 因为圣经说 你愿意别人怎么带你 你就怎么带别人 我们就这样不断的祝福我们父母 我们就这样不断的祝福我们的领导 我们就这样不断的祝福 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牧师同工 我们一定是被祝福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福我们的祝福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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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主啊 中国说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当我们小的时候 当我们单身没有结婚成家的时候 当我们自己还没有孩子 还没有做父母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是挑剔我们的父母 甚至指责我们的父母 甚至是拿我们的父母 跟别人的父母来比较 慢慢我们长大了 慢慢我们变老了 慢慢我们结婚了 我们成家了 我们才知道 其实我们的父母很不容易 所以我祷告 就在今天就在现在所有的伤害被破除 就在今天就在现在 所有的伤害被神奇妙地拿走 主你拆毁父母跟儿女之间一切的强缘 你拆毁父母跟儿女之间一切的那些bundage 就是那些扭曲拧巴的东西 主你来打开那个祝福的管道 让祝福从上帝那里到我们父母那里 从我们父母那里到我们这里 让我们领受的是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lessing 主我们的祝福是 要延及千代万代的 Hallelujah 主 谢谢你 主 谢谢你 主 我现在就祷告 给我们每个弟兄每个姐妹 a new heart 让我们弟兄姐妹里面都有一颗肉心 就是对我们家里的父母 单位的领导教会的牧师和同工充满感恩 毫无怨言 就是更积极更盼望的面对未来的人生 所以我们也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来祝福我们的父母 主 我们知道他们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 主啊 他们过去这些岁月里面所有的付出跟摆上 无论他们认识神不认识神 无论他们自己敬拜神还是不敬拜神 主 我愿他们所做的都被神纪念 并且他们所做的都能成为他们自己在天国的奖赏 所以今天我也祷告救恩临到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父亲跟母亲 主 愿我们全家得救这个应许就在现在超自然的成就 阿里路亚主 谢谢 主 我也奉耶稣的名我来祝福在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已经做父亲的弟兄 主啊 我们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 主 我们做父亲我们就是意味着承担责任 主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力有限 主啊 就像圣经里有个父亲在耶稣面祷告说 我信 但是我信不足 主啊 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做弟兄的都在神面前领受神所赐的完全的信心 就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为我们的家人去做 当我们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跪下来祷告 因为上帝 因为天父永远能做 哈利路亚主 谢谢你 哈利路亚主 谢谢你 哈利路亚主 谢谢你 赞美你 谢谢你 送赞 荣耀 感恩都归给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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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感谢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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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的托管班恢复了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 impossible task 这是一个很难的任务 这是一个很难的任务 但是最近我跟几位童工在沟通的时候 大家的热情都蛮高的 我相信 中国话讲人心其太善意 我们打字方面我们打字 人心其太善意 所以我们就祷告我们的童工 能在童里面合一 我们祷告我们的老师 跟送孩子过来的家长 能在童里面合一 我们祷告我们所有过来的孩子 无论男孩女孩大孩小孩 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合一 所以我们就盼望 因着合一 我们今年的暑期托管 会成为一个 很多孩子的生命的转折点 我们会成为很多孩子生命转折点 所以沈阳的呀 丹东的呀 青岛的呀 包括新疆的呀 都可以把孩子送过来 都可以把孩子送过来 所以我们是全托技术 我们是全托技术 我们打字方便打字 我们是全托技术 所以我们相信外地的孩子 我们弟兄姐妹的孩子 我们同工的孩子 都可以在大连被很好的照顾 不仅仅是被很好的照顾 不仅仅是被很好的照顾 不仅仅是真的是生命开始不一样 所以我想明玉和这个邓玲 最近来美国了 你们都知道 那你说牧师啊 这个机票那么贵 大家都那么忙上美国干嘛呢 你问他俩 来了 赚一圈就是不一样 所以今天 你说花那么多钱 把这些孩子弄到一起 完了把我们还整得那么累 涂啥呢 来了 待两个礼拜 来了 待一个月 来了 从到位跟下来 我们的孩子就不一样 我们的孩子就不一样 所以 我这次在那个达拉斯的时候 我跟邓玲见了一个 这个基督教大学的一个招生官 他就讲 他说他的小孩呢 暑假的时候 去了一个教会的夏令营 大概时间还没有我们长的 我们是六周 他可能就两周 他说就这两周 孩子回来就完全变样了 就非常的有信心 非常的火热 愿意参加教会 愿意读经 愿意传福音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请你告诉我 哪一个做父母的 听到这样的消息不兴奋呢 我相信没有一个弟兄 没有一个父母说 妈呀 完了 我们家孩子这么玩 考不上清华了 以后只能跟皮特木睡一样了 当传道了 我真的想说 我真的想说 每一个弟兄 每一个姐妹 只要我们是做父母的 当我们能听到 我们的孩子参加一个夏令营 回来 愿意读圣经了 愿意祷告了 愿意参加聚会了 愿意传福音了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在这里面我们在想 我们大连永远是这样 就是给大家做个样板间 外地 你们有信心 你们有能力 你们叫阿尔利 去年 这个疫情的时候 人家也搞了个夏令营 疫情的时候 有信心有能力 你们就搞 如果我们觉得 哎呀 我们需要还学习学习 那就把孩子送到大连来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今天我们在一起 我们来祷告 我们就祷告三个合一 我们同工是合一的 我们的同工跟家长是合一的 来的孩子是合一的 我们就来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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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 我们特别的向你感恩 就是我们有几位同工 他们的心被神的灵感动 主啊 这不是几个人的想法 这是这个时代的呼唤 主我们知道 这个时代的孩子 需要属灵的装备 这个时代的孩子 需要属灵的研导 这个时代的孩子 需要属灵的建造 主啊 不是简简单单的说 我听过圣经 不是简简单单的说 我跟父母去过教会 而是他自己真的遇见神 所以我祷告 这次我们的夏利盈 就是让每一个孩子 他们真的遇见神 主 谢谢你 主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你是那个说 不要拦阻小孩子 让小孩子到这里来的神 所以我今天的祷告 就是神啊 你呼召 你感动 家长和孩子 都来到你的面前 主 我们就奉耶稣的名 我们宣告 今天我们的托伙馆 是一个震动天地的托伙馆 主啊 今天我们的托伙馆 就是一个翻转生命的托伙馆 今年我们的托伙馆 是一个生命再造 生命更新的托伙馆 主我们谢谢你 所以我就特别的祷告 求主保守 我们这些同工 在灵里面合一 我们就特别的求主 联名 让我们的同工 跟我们这些 送孩子来的家长 合一 我们也特别祷告 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合一 主我们 我们盼望 主 我们的整个营会 还没有开始 但是神的功已经开始 你在人心里面工作 你在同工的心里面工作 你在这些家长心里面工作 你在这些孩子心里面工作 主啊 我们相信 做成造就的 都是神你自己 愿神你自己的自己成就 哈利路亚 主谢谢你 哈利路亚 主谢谢你 哈利路亚 主谢谢你 主我也特别的祷告 求你赐福我们教会 这些单身的弟兄和姐妹 主让他们真的就是 被神你的灵大当的激动 就是愿意冲在我们的 这样的营会当中 做一点他们能做的事情 主啊 让他们自己也在这种能成长 主我们 我们无论是以前的 Wire each week 还是现在的空中课堂 包括我们那暑假的 这样的夏令营 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我们就是愿意把年轻人 带到上帝的面前 愿意得了他们 愿意得过降临 谢谢主 赞美主 谢谢主 赞美主 愿颂赞 愿荣耀 愿感恩都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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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 接下来呢 我们也再花一点时间 我们来为 这个 美国的朋友来祷告 我们本来就有一些外交 我们本来就有一些美国的高中生 愿意出来做我们的公共课堂的志愿者 那这次我带着邓灵到了达拉斯以后 我们遇到了非常热情的一个团队 我们又顺从胜利的引导 在各种奇妙的带领中 又招募了一些外交 所以这是一支队伍 那我们在加州呢 这周我要 这是周末 我们刚回来 下周我会带着邓灵跟加州的另外一个团队有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团队的外交 一个在加州洛杉矶 一个在德州达拉斯 然后跟我们中国的各个城市来互动 所以我的祷告就是 今年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 我们打字方便打字 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都有空中课堂 都有空中课堂 那我在想我们的星庆 在青岛 虽然他一个人也没有孩子 那我们也搞个空中课堂 我们教小孩是教 那我们教星庆不也是教吗 我们找一些小伙伴 我们找一些青岛的小伙伴 我相信青岛的境界不是那么好 大家也都想着怎么样提升一下自己 那我相信星庆在青岛一定能找到小伙伴想学英文的 那我想我们这个 冬雪在广州 也一定能找到小伙伴想学英文的 那我们就全线放开空中课堂 有小孩的我们可以教小孩 没小孩的我们就要大孩 所以我们的教师队伍 我们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自己有在想 我自己有在想 威妍安也在线上 威妍安也在线上 那威妍安大概在 我还没去达拉斯 就给我打电话 说现在他手里面有非常好的教育之年 非常好 他说这个牧师这个教会的空中课堂需要什么 他就在后面全力支持 我自己我相信 那我们感谢威妍安姐妹 我们也感谢神感动 他愿意这么慷慨的奉献 全力以赴的支持我们 但是我们也看到神自己也很信息 这个洛杉矶有一支团队 达拉斯一支团队 两支团队都愿意来跟我们配搭 来做我们的空中课堂 所以我们就盼望我们这个邓灵姐妹 我想就让他负责这个小孩的空中课堂 我们在祷告神兴起一个同工 我们来负责像这个冬雪 像这个心静 这些 这个Young Professional的 Young Professional的空中课堂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慢慢的 随着这个 我们教会 不断的在丰富我们的网络教会的时候 神会把更多的资源 更多链接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主谢谢 Hallelujah 主谢谢 Hallelujah 主啊 我们为这一路 我们走来 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感恩 主啊 我跟邓灵去达拉斯的时候 真的有一点像 这个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 这个出去的时候 还要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也不知道能见到谁 但是你让 亚伯拉罕到了应许之地 你让亚伯拉罕老婆人 见到了利百家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明确的 看到两个根据地 一个是在洛杉矶 一个是在达拉斯 我们也清楚的看到有两支团队 一个在洛杉矶 一个在达拉斯 愿意跟我们陪他 一起来兴旺 主的福音 所以我们就相信 我们的空中课堂会很好地做起来 如同我们的1RHV 可以一样被神来使用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主啊 我们现在就特别的祷告 你自己在我们的心中做工 让我们的心被激荡 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愿意在我们自己的城市 有一个空空课堂 主啊 无论这个城市 像大连 像阳 像这个丹东 有小孩 还是像在青岛 在广州 只有我们的这些单身的姐妹 就我们都盼望 主啊 就是神的灵 基督我们 让我们成立空中课堂 主我们现在的祷告就是 就我们渴慕你 你说渴慕的有福了 必得保足 主啊 你就亲自在我们所在的城市 做美善的工作 将与我们 这个志同道合的人 显明出来 又昭聚在一处 让我们奉主名聚集 让我们奉主的名 来一起成长 并且在基督里面 我们彼此来扶持 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成为得胜的一群人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奉耶稣的名祝福 以前 与我们同行的这些外教 我们也祝福 接下来要加入我们当中的外教 主啊 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 也是我们的姐妹 主啊 愿我们能跨越语言的障碍 能跨越文化的冲突 让我们能用最真诚的爱 感染这个双方 让最坦诚的交通 使我们能成为一生的朋友 主我们谢谢你 祝我们赞美你 祝我们盼望 借着空中课堂 主啊 接下来有更多的人来人往 就是我们美国的这些外教 有机会去到中国 亲自到海当中 到年车当中 那中国的小朋友 也有机会来美国 参加这里的夏天 主啊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 一个动荡的时代 也是一个流动的时代 主啊 恰恰因为动荡 所以我们原来的很多的关系 被打破 我们人被释放出来 所以因为我们流动 我们更加冲击了原有的结构 让社会更新 让生命更新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为我们有幸 活在这个时代 向神感恩 我们愿神交关他的圣灵 我们愿神交关他的圣灵 主啊 愿神你今次兴起各地的 都有人愿意负责 我们愿神你今次兴起 愿我们有更爱主的同工 能协调这些资源 谢谢主 哈利路亚 颂赞荣耀感恩都归给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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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花一点时间 我们特别的来为阿里来祷告 我们的阿里姐妹 从大概两周前 就经历一些特别的试炼 经历一些特别的试炼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当神要大大熊一个人之前 神就会允许一些试炼发生 首先让我们被破碎 让我们人谦卑下来 同时让我们有精力 让我们成为更有能力的人 因为连不信主的人都说过一句话 凡不能打死你的 只能让你变得更强大 我们打字方便打字 凡是不能打死你的 只能让你变得更强大 我自己我在中国也好 这段时间我在美国也好 我非常非常深刻的经历到这句话 凡是不能打带你的 就只能让你变得更强大 所以我也经历各种各样的坎坷 但是没有一样的坎坷 把我打垮 相反会让我更加的灵活 更加的变通 更加的有能力 所以我相信其实不仅仅是阿里自己了 我们洛杉矶的安州姐妹 他们都在经历巨大的失恋 巨大的失恋 我做牧师的 我当然我把他们所经历的东西 是放在心里的 我心疼他们 归心疼他们 这个东西就好像父母看孩子一样 孩子你一定要吃苦 孩子不吃苦是长不大的 孩子不吃苦是长不大的 所以我自己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这个苦肯定不容易 但是这个苦吃完了 我们就变强大了 凡是不能把你打死的 就只能让你变得更强大 所以我们一起来 为我们的阿里姐妹来祷告 所以我们祷告不仅仅 他能胜过这个失恋 更重要的是 借着这个事情 他能带来很多人生命的翻转 并且带来整个河南的复兴 我自己我相信 我们为复兴祷告了这么久 今天是绝对绝对是教会复兴的一个元年 我们打字方便打字 2024教会再次复兴元年 2024教会再次复兴元年 那个元就是 一元前的元年 简写的这个元年 所以2024年是教会再次复兴元年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二元年 cz ba by m 一元 are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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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主啊 丹一里被放在火窑里 丹一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受伤 相反 把他投在火窑里的人被火吞了 丹一里被放在狮子坑里 丹一毫发无损 把他丢在狮子坑里的人 反而落在坑里被狮子吞掉 主啊 神所爱的神必保守 神所爱的神必看顾 主啊 就如同大卫一样 也是经历了很多艰难 困苦 破碎 征战 最后成了能和神心意的人 主啊 我们都不完全 我们都在神的手里 要被神打磨子 所以今天我们就奉主的名 我们祝福我们的二丽姐妹 我们奉主的名 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安州姐妹 他们一个在中国 一个在美国 受到巨大的试炼 但是他们两个都没有惧怕 也没有抱怨 主这就是神 你与他们同在的记号 所以主 我们现在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恩手之中 我祷告 圣灵再一次浇灌下来 高默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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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借着他们所经历的失恋 希望他们 提升他们 让他们成为更有权柄的人 也更谦卑在你的面前 哈利路亚 谢谢主 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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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高默充满